你想干什么 下一步想干什么 我想你我心里都非常清楚 我们谈一下离婚协议吧 孩子归我们 这套房子归我们 每个月你要付八千块钱的抚养费 直到孩子长到十八岁 凭什么 婚现在是你们提出来要离的 又凭什么问我们要这要那的 再说了这个房子 那是我的名字 跟大可无关 不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 大可是婚姻里边的过错方 经济赔偿 天经地义 我问你 家家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 所以你给抚养费难道不应该吗 如果您知道 我会在这里 这给你拨抚养费难道不应该吗 你们不要再说了 我会永远在这儿 那我就不想去 我会永远不应该 你能够费难道不应该吗 我会很简单的 那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你们的家人 就会有点 你 感谢观看 你可能想不到 这是你给朱燕买那套房子的房产证的复印件 这个照片就是证据 我现在特别想听听你在法庭上都说些什么 也特别想看看你请的什么样的律师 能帮你打赢这场官司 这房产证复印件 这房产证复印件 你怎么会有的 这 我怎么得讲是他 他怎么会有这个 他怎么会有这个的 还不是您吗 您不就以为朱燕买的是个男孩吗 有您这样的鸡骂我真是后悔死了我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别把资人走往我身上推 还不是你跟我爸想把我孙子想崩了吗 大哥 我说错了吗 我说错了吗 要不是你们瞎折腾 说不定罗家早就原谅我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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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会像老鼠爱大人一样的爱你 对不起 你我离开了 我会像老鼠爱大人一样的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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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疼到现在还疼 这死老太婆下手真够狠的呀 他打我的时候 你儿子也不出来帮我一下 你还跑 陈大哥 你也真算是个男人啊 你 你 你 不光是这样 你老太婆 还跑到我幼儿园去 跑到我家里去呢 真当得满城市风雨 我 我以后该怎么办呢我 陈大哥 你把我可害惨了呀 我现在还怀着孕 工作工作没了 脸面脸面也没了 我将来该怎么办呢 你们说话呀 不行 你们家必须得给我个补差 要吗 给我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要吗 赔偿我十万块的精神损失费 合着你是来要钱的 我把老本都给了你了 哪里还有钱 再说不是我造成你今天这个样子 你有本事找罗家他妈去啊 不用找 我们来了 我们又见面了 妈 请原谅现在我还只能这么教您 从我嫁给大哥第一天起到现在 整整一年了 您忍耐了我这么久 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 从前那我第一眼起 您就不喜欢我 因为我霸占了您的儿子 夺走了他对您的爱 毁了您为他安排的生活 您有理由恨我 不管您对我做了什么 您是长辈 我不会指责您 不会怨恨您 我只想问您一句 您幸福吗 您的家庭 您不愿意 您也认为您是否 您不喜欢 您不愿意 您不是 您不愿意 您哪里 您不愿意 您不愿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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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开车 这 放开我 倒开车锁 放开我 这 你是谁 放开车锁 打我车 打你 这小道 这是谁 骞子 滚 要不快出去 出去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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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啊 出去 出去 要不快出去 你打不着吗你 来啦 你别动 别动 别动 爸爸给你端着 尝尝 我来吧 烫 烫 烫 那个 佳佳 就别多想了 好好养身体 我来吧 我来吧 不管怎么着啊 爸爸和妈妈 都是你的坚强好盾 我 我和你妈 打 不说了 不说了 喝 喝他 喝 老罗 老罗 干 干嘛呀 你过来帮我扔了那衣服 来了 来了 好 我电话里跟你白说呀 别烦闺女 别给她添堵 我的话都是耳旁风啊 我这个当爸爸的 非要给我闺女 讨回个孤导 你别胡来啊 陈家现在也够他们喝油的 我不管 他们怎么对家似呢 都要跟我说一两汗 你平时怎么跟我说的 天道愁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已到 一切全报 老陈家干的事儿 老天爷长着眼子 都看着都记着呢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咱们就是要保证一个稳定的环境 让闺女先把孩子生下来 别的事情都要为这个开刀 等母子平安了 再算这样也来得及 爸 妈 来 干嘛呢 收拾东西 堆子乱七八糟的 你爸堆的 闺女 这汤好喝吗 好喝 你不看是谁炖的 行了行了 不就是炖碗鸡汤吗 那鸡的料都放好了 在锅里头一炖不就行了吗 有什么呀 那闺女喝汤 喝汤 喝 闺女 你现在每喝一口啊 可不如你自己喝啊 你俩咬了这 是 你俩说的事 你俩说的事 说不定说不太呀 有仨 好笑 好笑 哎哟 哎哟 二十万 我们说没就没了 哎哟 阿诚 我都跟你说话 你怎么不说话呀 这边那个骗子 一个超级骗子 把咱们家这边老弟都骗光了 哎哟 哎哟 我要报警 快把那个电话递给我报警 你还嫌乐都不够啊 你还嫌乐都不够啊 不行 我把那个电话递拒练了 好 他妈咬老人 我散开了 啊 我把电话递给我 可以重新转ып 净一点 你还有那个电话递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现在工作工作都没了 家也待不住了 我不上这儿了 我上哪儿了 我今天来这儿 就是向你们领导讨我说法 朱元 你能别讨了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也知道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了 你还当个缩头乌龟呀 陈大哥 你把我开惨了 你妈买那套破房子害得我欠了一屁股的债 当初你们家还是要帮我按揭呢 钱呢 把钱拿来 你快走吧 我不走 这里是国家机关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快走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 放开我你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 搞什么 这里是国家机关办公场所 要撤到外面上去 你是陈大哥的领导吧 您儿正好我正要找您呢 陈大哥他欺骗我的感情 你们今天必须得给我个交代 我不管你们些乱七八糟事儿 保安 请他出去 出去 不走 我不走 放开我 陈大哥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陈大哥 你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一年了 局长 刚才真的对不起 我 你们家里的事不给我管 今天竟然闹到单位上来了 这里是国家机关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局长 对不起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 您放心 连自己家里的事都处理不好 哪里还有心思工作 昨天领导来这儿视察 对你们科室的工作很不满意 对你的评价 我就不说了 你自己要心中有数 今天的事 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我也不希望再说第二遍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出去吧 出去吧 回着我们家笑笑及时脱身 要不然真是丢人现眼 丢人现眼哪 还站着干什么 出去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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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的没错 局长 我已经没有资格 再当国家公务员了 所以 是什么意思啊 局长 当初您接纳我来这个单位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我都感谢您 对于 对于 过去我给您 和您的家人造成的困扰 我向您表示道歉 谢谢 此之书一会儿我会亲自给您送过来 谢谢您对我的照顾 您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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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想想你多大岁数 您会知道自己这么大岁数吗 您会知道自己这么大岁数吗 你还在干嘛 这种事 您有脸继续在这儿住 我可没脸住你去了 去哪里 当委 旅馆 难道我 路宿街头 我也不想在这儿 继续受这个活狼情 你看看现在这个家 都被你折腾成什么样 这还是个家吗 安安 我这么做为谁 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儿子 为了你们真家 谢谢你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你做 我只求你 能平平静静 安安稳稳地 积点得望 咱们也许还能多活两年 咱们也许还能多活 咱们也许还能多活 你只要敢 跨出这个家门一步 就必须还能多活 就必须还能多活 那些都是很快乐 事情也许还能多活